河北定州市在今天是个不弃眼的小城市 但在一千年前 它曾经是奢华工艺品的生产地 代表着当时的时尚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的呢 除了史料外 1969年在这里曾经从庄稷地里 无意间挖出来两个地工 打开之后发现 里面摆放了总计进千件 从汉代到北宋时期的工艺品 包括定磁器棉 玻璃器棉 金器 木器等等 它们的工艺之精湛 设计之美丽 到今天都很难复制 这就是静之寺塔吉地工 和静中炼塔吉地工 它们在土里埋藏了一千年 挖掘出来后 又一直藏着不对外开放 如此过了五十多年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方面这俩地工 实在是太小了 挤不下几个人 另一方面 两个地工里都有非常精美的 随唐风格的壁画 人进去很容易得破坏了 因为这个原因 五十年来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它们 更不用说进去看看 你想不想知道里边什么样呢 今天我带你进去看看 为了避免多惊动人 我们是夜里去的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静中院塔吉地工 说是塔吉 其实塔早就没了 应该已经没了一千年了 人们是从这里挖出来的石质才知道 这里以前有寺院有塔的 他这个地工69年发现之后 就累了这个院墙 周边都是耕地 九十年代以后 才有居民在这儿盖房 周边老百姓 这个也好奇 这个院墙是什么 有的年轻的发费 都接着这个墙跳过去 就到这里看一看 有的时候还把地工 那个锁子给砸掉 偷偷跑下去去看 也就是说 这个地工没到你之前 这一块这一大片 全都是耕地 对 那怎么能找得到这个地工呢 它就是 这个六十年代 他们里家玩社区 在这儿 老百姓平衡土地的时候 发现的 地工在一个小院里 这个小院是专门为地工建的 避免闲杂人等来干扰 看守地工的人 每半个月 一个月会下来巡视一次 半月巡视一次 就看看这个壁花 有没有这个裂缝啊 陀螺啊 漏水啊 每次都得下到笔子 对 每次都得到下面去看 那我先下 那用不用帮您拿出来 对 你看拿这个灯下 这个梯子就是它上下的工具 比较简陋 晃得厉害 一般人还真不敢随便下去 好 好 给那个小鞋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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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打开 不打开 对 这个地工不会对这百姓开放 进到里边是一个过道 走进过道里有一扇石门 推开石门才真正进到地工里面 看 进来之后就是这么小的 两个人站在里边还算宽敞 再多俩人了就不能随便动了 有人会说挤一挤可以多占几个人 但其实不行 因为四面墙上都有壁画 人必须和墙保持一定距离 所以真正能占人的区域比看起来小得多 这些壁画放了一千多年已经非常脆弱了 你不碰它它都在脱落 你敢碰它它就死给你看 这就是静重院地工壁画 这面墙上是佛陀涅槃 佛陀平静地侧躺着涅槃了 它身边是几个大弟子悲痛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些弟子的表情姿态 画得非常地有感染力 两侧的壁画是天上的乐队在迎接佛陀升天 这两幅都是戎装乐队 也就是穿着铠甲的乐队 这种题材非常罕见 静重院塔基地工出土的文物数量不多 但质量非常高 其中有一件60多厘米高的定磁镜瓶 是国宝级文物 也是中国195件不准出镜的文物之一 它珍贵除了因为烧得很精美之外 还因为这个高度是非常难烧出来的 尤其在那个时代 稍微控制不好就会变形和烧毁 所以这个镜瓶 不知道是烧了多少次才烧出来的结果 当时的僧众们选择把它放进地宫 可见对佛祖是多么的虔诚 离开地宫也是要小心翼翼的 里外两层锁都要锁好 还有监控摄像头24小时盯着这里的动静 虽然地宫里的宝贝早就取走了 但这些壁画也是无价之宝 接下来去的是静治寺地宫 看起来真像一个低调的地窖 这要是没人带着 谁能知道这是一个宝物呢 静治寺地宫 静治宫 静治寺的彼粉 静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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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